台股新攻略 带您掌握 全世界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华靖投顾曲林淡老师 感谢您每天准时的收看 用那么捧场给我们按赞 事实上今天标题也是跟大家讲 小型股也不对了 今天贵马就大跌了 这就是股市嘛 投资朋友有什么好奇怪的 多头权重股把指数拉高 小型股就一路大涨上来 这是合理的嘛 因为这个资本额的问题嘛 小型股就这样子嘛 那当大型股拉回把指数 譬如说台积电好了 跌破极限 台北股市跌破月线 那你小型股跑得掉吗 说的没有 不要太一厢情愿啦 你在股票市好像只是那个小小咖 小小小小小小咖 大户全场就跟你讲 中时大户早就落跑了 是不是 那昨天王平涨停 今天王平跌停 这是要怎么走啊 你用想的就知道 你用想的就知道这一定有什么地方不对嘛 所以我才跟大家讲你要来听演讲 如果你不怕我没关系 你不怕股市跌 我说过这里很像要复制去年 五月份开始四五月份开始暴跌 只不过今年要等到那个苹果财报公布之后才有比较大跌的 这样懂我意思吗 时间点转折点在哪里 我会场会告诉你嘛 对不对 你有什么 你有没有难点 我今天反弹上来 要买要卖 你是要搞清楚啊 台积电法收尾 你基本上看他的ADR就知道了 我看是平平无奇啦 跟市场上讲的都一模一样 不过有一个啊 他说他客户的库存调整 有没有要延长 这个东西就是比较耐人寻味的 其他都跟讲什么高雄厂道改为先进制成 大家都知道啊 没什么啊 对吧 这个今年获利是可能是个位数的下降 这个也大家都知道了 股价最近不是一直跌吗 今天小反弹 首先你要知道 这个如果复制的去年的五月份到 就就就乌克兰战争那个带大跌一波的话 你怎么办 你都要想清楚哦 你不能一厢情愿啊 没关系啊 台阶电铁没关系 不会影响这个军工啊 雷虎啊 不会不会吗 不会吗 今天一大堆啊 投资员你 当你觉得说奇怪了 这网评啊 昨天有人有人追网评吧 主力多好 真好 我跟你讲 那一定是套牢的 因为你可能追到涨停 因为拉的速度很快 可是当今天一开盘 主力抛了之后 你又来不及反应 怎么跌对不对 就跌停板了 因为投资人这是这是 所以我们才叫做散户嘛 我们才叫做散户啊 所以大家都叫做散户啊 是不是 我才要跟你讲这些 叫做养套杀 养上来了 6000块要发了 然后网评涨停 涨停你去追 因为一般人都这样 看到涨会很紧张 怕追不到 老师为了做生意 也会跟你讲 赶快去买网评 不然他节目上不知道讲什么 尤其台积电铁啊 所以一定大家集中进去的话买了 对不对 今天一大早 主力就开始抛了嘛 那我们一定是主力股嘛 是不是 主力就开始杀了嘛 那投资人看 到底要不要卖 怎么会这样子呢 来不及了一下就跌 天板就套牢了 那我还会再跌 当然会啊 因为你来不及跑 他就会继续跌啊 这这就是散户的悲哀的地方在这边了 好啦我们赶快看一下啦 只要你东西看对方向没什么差啦 礼拜一跟礼拜四财经检验四 那今天礼拜四 所以有财经检验四 你现在已经可以去看了 那第二个呢 礼拜四 林大一峰台湖金这个礼拜没有 我说过我去工会上课 所以没有 那个棚就要给人家录了 那第三个就是你每天看到台股新攻略 台股新攻略 好那注意看 这个我是尽我的责任 我的节目也没什么花俏的 我没有我的节目没有一直在 用我讲的内容 一直跟你讲说 你看我的会员多棒了什么的啦 所以我是开留言的嘛 不对大家也知道嘛 我一定会手停锁 我不像我的能力有限啊 所有老师每天都赚钱我也知道啦 但是我们不对就是不对嘛 但是我比较奇怪 他们每天都赚那么多钱 所有标股都有啊 怎么会关留言呢 这不是有矛盾吗 应该大家要来留言区 歌功颂德才对啊 这个大家心照不宣啊 来 好没有顶带风台股哦 你看我们的小边帮 下礼拜见哦 顶带风台股还是会继续的哦 但是因为我去上课嘛 那感谢一个赞 哦 这个没有帮我分享哦 你忘了按赞对不对 其实我不错 你经过去年 你会觉得看的 会告诉你要走看空的老师 是很可贵的 但我不是死空头啊 今天都大概1万7了 快了 那就表示说在此之方面我也没 我那个反意是赚钱啊 这样懂意思吗 那很多股票都跌到一两个月的新低点了 那我跟你讲 我没有我没有做军工啊 什么除能那些嘛 今天你要注意哦 这有些东西都不太对劲了 主力就是靠这样养套杀 因为为什么尤其尤其在大型股叠 跟指数跌破月薪的那个当下 投资本如果你没有警截性就 这个就不及格 因为我昨天跟你讲你要有点sense嘛 他主力啊会很紧张 包括要自营商部门 跨罗罩啊是不是 要所以空的速度很快 一下子就跌停了 你来不及出了 这个都自己都要知道 那就是说 我愿意这样跟你讲 对不对 我也不记忆毁育了 你说我怎么也没关系 有人说我被载空什么的 没关系啦 但是我做的任何东西都公开的 那我的会员不是说你心动还参加 是长期看我节目愿意来 譬如我去年看空怎么搬多 整个这时间点这样抓 那这一次我少算了一个月 那这市场上这一个月就是因为矽谷银行的关系 破坏了整个长线大多头的好机会 所以这里风险非常高啊 苹果财报公布之后风险非常高 大家一定要小心啊 好按赞啊 我们尽力而为帮大家了 找一些东西 今天我要讲一个东西叫做 这个十英元件 你把它记起来 你把它记起来 好不可硬拗 不可硬拗 不要硬拗了 对了 那这个就是我演讲的内容 投资朋友你来听演讲 把你的股票带给我 我来帮你处理 我不是死多头 你很清楚吗 南电我们又多又空又多又通 没有失误过啊 你管你去年的套牢五成六成 你又多又空又多 该多该多该空该空 对 南电最近又不怎么样了 小心了 小心 你要什么这些问题 我们就是这样实务操作 如果空头真的在来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产况在出现 你怎么办 你不能说去年事情的吗 那么你那么快就忘了 一挡雷虎就让你忘了 你跟雷虎跟你没关系啊 跟你的元太啊 今天还在破滴呢 你跟这些跟你才有关系 其他跟你没有关系 你一直去管人家雷虎啊什么的 什么华府啊跟你没有关系 这个这个这个的下跌 这个米港的倒影 还有你的股票 一定要带到我这边来 因为真的很难处理了 赶快趁早来处理的越好 他不是还有时间让你处理 你就要把握时间处理 你看特斯拉盘后跌的6%了 好演讲话内容 5月一个转折点 那我们的选择前 算是两口输了就算了嘛 再来两口啊对吧 2万输去怎么办 一坛就20万啊 没有百分之百 投资朋友要面对 投资朋友我现在面对你 跟面对我的会员一样 我是面对大家的 不然我就关留言啊 不对就不对 要撩一事怎么快 就要撑起来比较大 相对的你去年经过经历的空头 你自己应该要有点不太对 怎么做 那你就跟上来 好有百分之下跌的20空 有的可能是50 都要小心 因为这个再复制去年 那事情就很大条好 倒穹这个最近就是这样 你看一跌下就拉上去 一涨上去就跌了 所以都是上引线下引线 但是这个是高档顿报 所以KT很难做标的 好 那就要看科技股的财报了 那今天的第一档财报就是特斯拉 Netflix也不好 那美国有一个现象 银行股的财报都比预期好 比预期好 预期差的也没关系 他就因为银行股就是变成 现在美国散户追逐的 散户已经去掉一大半了 那因为散户去买那个快要破展的 那什么第一第一共和银行 去买那些就一块两块的股票 散户去买他们 所以这些快挂的区域银行 就把他们这个存款被 被投资人提领掉 反正存进大银行里面 大银行的财报像高盛就不好 有的好 那不好好都解读为好 所以这是道琼称赞 那非标普称赞那边的 可是科技股的好的都变不好 好的就变不好了 不好的就更差像今天特斯拉就 特斯拉因为降价嘛 就就就就 获利就摔退了20%了 今天晚上他看他怎么样 我会影响 好 那 1150多空 有投资人说老师你不讲 1150过后 你要翻多 股市就是这两个 1150就是技术面 我说时间跟结构 我上次讲结构是千变万化的 那目前的结构不好 所以他没有很阿沙利过 就是每天都破上去 破上去 再破 环中破再上去 就在那边绕 每天只有一点 一点两点 涨一点或跌一点这样而已 最后 就要看科技股财报 这就是结构 就好像他说的嘛 迈科威文讲的 为什么他没有翻多 他说今年来跑赢500指数的股票 比例创有史以来新高 就是说拉基盘的意思 对标普是拉基盘 那我们我们大家 我们台积电已经先跌了 我们今天 连那个 连那个小型股都被养套杀了 那我偷偷问说你这个 这个是哪里来的 网路上都有 就到网上去查一下就有了 对 我们一直在我的我的工作啊 就这个 所以我要去网路上查 看到这些资料 就赶快PO上来啊 这样有没有 把这个内容看一下好 背办呢 背办现在变得比较弱 你看这平台有点跌破了 这边画一条线 平台有点跌破了 那它也破了50 老外都看 这一条就50MA 老外都看50MA 这条是月线 那50MA也破 那60MA就是我们季线也破 所以台积电跌破季线 有没有match到 有嘛 就这个因素嘛 台积电也不跌破季线 现在只剩辉达比较强而已 被人办到里面有一档像样的 美光什么利多什么利空出印 都继续跌了 好比特币 比特币是科技股的相关还是避险呢 那这个我觉得好像又不像避险 因为跟科技股有点关系 为什么 因为它这样子 它就这样子 这样对吧 所以 不是不太像避险了 所以注意比特币如果再跌的话 那当然比特币的概念股 就可以做卷空来避险了 你看比特币这样大涨到这边有没有 它都没有涨 当比特币拉回的时候 这个危险就高了 所以这个这要小心一点 这要小心的 卷空可以卷空避险了 好 那黑天鹅指数 这是前一天的 它过高 那这个一过高就拉回 对不对 它要反映的是这一个过高 然后后来美股就大了 一过高就拉回了 好那昨天呢昨天它过高 有没有 过高嘛 今年高点过高 那今天就拉回了 很正常 可是这一个点 这个一出现的时候 就西股银行事件 现在这个点过这个 是什么 很可怕 这一点昨天这个点是过它的 它一过就拉回了 西股银行没多久就爆发了 这个去年也是一样啊 这些高点都后来就造就了 股市大跌的 这一过了后来有了战事 都这样如果我们没变 就大跌了 这样懂意思吗 你看这个时间上面 底下都有嘛 有吗 这个昨天过这个一定拉回了 像这个一过就拉回了 然后没多久 西股银行事件 这样懂意思吗 美股就这样子跌啊 美股就突然间这样大跌 就这一段 稻穷这一段 有没有 都是因为西股银行的关系 标股 好 那会不会这一次再来 再来一次的话就 就看五月份了 因为通常你算嘛 半个月后 不就是五月份了 所以它一个转折点 这正确的转折点 我在会场跟你讲 这个我要讲的 这正确的转折点 我们就可以再布一次 上次苏纳两口 这一次要把它拉回来 就这个观念 都在苹果 都在苹果 好 那长工看法不变 那昨天有什么变 可是黄金昨天 击杀拉尾盘 所以后来小跌 那这个呢 我就跟你讲 这场这个藏多了 不用担心这些是藏多 我们这个都要买到这边来 对 这个不用怕 我认我藏多 我不知道怎么跟大家讲 因为有人问日元 那我不知道怎么讲 以前我 有一个 一个朋友他开餐厅 认识很久了 我每天都去那边吃饭 在我们公司楼下 他就说要买 问我说要买什么货币 那我就想说 他说他都买美元 那好几年前那时候 我非常看 看涨日元 美元跟日元 刚好有点颠倒 我看涨日元 现在我也看涨日元 那我跟他讲说 你去买日元 他说买了500万 买到121 对美元 那你知道 120就升值 他往下就升值 我看升 叫他去买 看升值 结果呢 121到121 整整 混了一到两个月 他如果我问他说 你做日元是要买这个来程 是要做长线 持有 对啊 我想要放个一年 放个一年两年 那我就跟他讲说 你121买日元 日元对美元 你买日元嘛 对不对 那来到100块 你就平掉了 这样大概两三成而已 结果 我每天去吃饭 他每天都来讲 110变121.5 他来问老师怎么办 老师怎么办 我说你干 你不是说你要放一年两年吗 怎么 一天两天你就很紧张这样 后来我不敢去吃饭了 后来我就不敢去吃饭了 真的 我每天去吃哦 我就不敢去吃饭了 后来真的跌破100 后来真的大概半年之后跌破100 这个 你明明不是说要放一年两年吗 对不对 如果说100 你就可以把它回掉了 把它卖掉了 结果121.5 121.1 对不对 那每天都怎么办 没有升值呢 没有升值 哇哩嘞 这个 这个 所以我不敢去吃饭了 你这样子怎么受得了呢 来 特斯拉 他的弟弟在这个 他弟弟两三年前卖过一次 后来特斯拉跌了快五成 终于看到他财报不佳了 盘后是跌了6%了 他弟弟在两个礼拜之前 这地方卖股票 但如果是这样再跌下来的话 那这个这个卖的也太准了吧 卖的也太准 那一定就是到特斯拉的财报 他亲弟弟卖股 之前跟你讲过 如果今天真的跌6%跌破这里了 那就有趣了 那特斯拉概念股呢 主力玩了那么久 是不是也应该 是不是把你套在这里了呢 那这个也是啊 特斯拉概念股啊 不要死多了 该跑就跑了 该跑就跑了 今天我看看 不知道 前天讲到掌听门老师 不知道讲什么 我也不知道他们讲什么 讲讲 不知道 反正他们昨天讲王瓶 今天也不知道讲什么 好 我还是续看空 那结构上是台积电破季线 那台积电今天法说会就很重要了 一个是 客户库存方面的话 是被延长 这是利空 其他的大概都是 都都是还好 这个都在符合预期当中 最主要就是 这包括资本支出也没有减少 那都是要跟美国谈条件 这所有东西都一模一样 只有他提到了 客户端的库存啊 可能会再延长了 这一点 好 那台股继续看空 那结构千变万化 贵买今天蜂蝶 一口气就堵过月线了 你看这 这个 你看算几天嘛 十几天全部就破了 一天哦 大家每天都 那权重 我还一挡力旺 我们来看这几挡 中石户到大户的散户就散户就回来 回来追到这里啦 回来接散户回龙啊 回来追到这里 中石户呢 大户都落跑了 环球晶 贵买的权重股 第一名的是这样 早就跟大家讲这要卖了嘛 不用再 同时我是看空的啦 我看空 除了黄金概念股我都看空 这样听懂没 除了黄金概念股 我看长桌上 全部我都看空 所以你说老师你没有讲环球晶了 郭铁和你多是怎么说的完啦 元泰 破 有没有元泰破 破 元泰破 看一下 这个权重股 药华药也破 生技股也破 那立旺也是加入权重 全市民的 他跟药华药在拼 这个这要看他怎么跌了 所以今天贵买重挫 贵买重挫 那这个呢 这个呢 昨天涨提今天跌停 昨天涨提今天跌停了 被出货了 被出货了 王平呢 昨天涨提今天跌停 又被出货了 你被出货了吗 因为投资本你要知道 当台积电啊 什么日月光大跌 联邦哥大跌的时候 当老师他没有涨提板 他一定要想办法去讲王平涨提 这个这个昨天讲的很最多 讲的最多 今天你有来得及卖吗 这很麻烦的哦 我说过 涨提会叫你去追 可是跌的时候来不及跑 不然怎么叫做散户 你老是不会这样带你说 我其实掌停就追 带你往掌停追叫你 大跌就不管你了 都这样子 几元金也是一样啊 昨天爆大量 出货刚刚好而已啊 有没有 研发科也是啊 还在跌了 大力光还在破低了 我们今天讲到实银元件 这个叫大真空 这个有代号在这边 实银元件 日本的实银元件 金工艾卜森 有代号在这边 都不怎么样 有没有看到 这个跟日本三大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哦 跌今天还在破低 那台北股市的经济还在高点哦 今天开始大跌 这明天破就头部形成了 那这个再高 这个这个 这是我们这个 之前跟大家讲的 这不是实银元件啊 这在限制滑口 但是你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突然跟你讲这个空 那这一档啊 主要注意 这位阶都太高了 你做比较这个 我只拿两档的实银元件 给大家看了一个是西华 一个是这个经济 那国外的股市 你重复看一下 那代号都在这边 或者左上角哦 好 那一样台积电 看今天晚上的ADR 库存调整拉长哦 那艾斯摩尔啊 不是说他反驳说 我被反驳被台积电砍单啊 对不对 然后股下反弹 这一根是说台积电砍单 然后反弹 今天又大跌 因为财报真的超好 然后跳空再大跌 为什么 那台积电呢 今天也公布 他也是把说财报多好啊 可是还依然大跌哦 好 高利 主力落跑了 东哥游艇 主力呢 落跑了 那散户呢 告诉朋友 我真的有点担心你哦 好 我在这个 昨天说要看一下航运股 中原海控 如果中国最大航 现在技术面 它比较棒一点而已 这个宏达电 维胜 都大 你看我们这个不卖的话很惨 刚好卖到这附近 你看 后来跌成这样 这个 这个 这个也是一样啊 宏达电不卖很惨的 虽然我们最后这一笔 但在67万没有赚到 可是我们敌党则有赚到的 可是我就是老实讲 我就是老实讲 你看这个很惨 你不卖的话就很惨了 维胜你不卖它多惨啊 这是我们大赚的啦 这日本航运股 刚刚刚中国的航运股 日本航运股 这也是吃全球之名 他昨天一口气跌了10% 这个都要留意了 好 那航空股也是这样子 航空股是跌升在反弹 但是全资者 可是我们国内航空股 跟王瓶那些 这个 这个游队的旅游 都有点关系的 所以我认为长荣要下决定 长荣就等于扬名 反弹就是卖 那这个这个 这个相关的 有没有 这个不是长荣日线 长荣行 长荣行的日线 那长荣呢 明天如果系列办 能够续涨的话 那还有能够保命 三明天公布之后没有涨 那就要跑 到跑 好 所以还是一样 跟大家讲的一样 这样子 要记得 赶快来报名 报名电话 报名电话在这边 内容在这边 你有什么股票 要来找我的 你想要抓准那个选择前 option的转折点 你也要来会场 我一并告诉你 这就是我跟大家讲的 所以还是一样 你终究要参加我的 现在就参加 现在参加 不然的话呢 现在就来报名 我礼拜六的演讲会 电话在这边 电话在这边 台股新攻略 注目你 不要忘了你的赞 我们明天见 本公司以往节气效不保 节目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件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控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写嫌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你想赚钱吗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18位专家 提供最快最多样的看法 从每天早上10点半 到晚上10点 每30分钟就有一档最新的影音上架 你还在等什么 下个不好 就是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